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颜色是看颜色 颜色就是你看主要的负责人穿什么衣服 香港还好吧 我觉得还是有就是说你看英国来的老师就比较喜欢戴领带 他们觉得这个开会对学生这个是尊敬那我们也没办法只能陪着打领带 我是没注意说穿衣服的颜色什么我倒是注意到开会看领导讲什么语言 假如我们是香港的然后领导也是广东人香港人 大家就要讲广东话就算你不懂广东话一般也要陪着讲 然后领导是内地来的学者讲普通话 然后领导是老外就算你不懂英文都要yes no yes no 陪着讲英文 我希望你把这一套用在主持身上 主持人怎么说你看这怎么说 我就说今天本来我们是要讲这个姚明 也是要讲姚明 但是呢就是我有一个完全不相干的问题 因为我们刚才录一集啊跟这个男女关系有关 我突然想请你们两位这个学者吧 我解释一下 我想了很长时间 就是说啊 人类当中有一种现象啊 为什么 一说到姓的丑闻 全场啊都会浮现出会心的微笑 你比如说你们没有那个场合 我过去在大陆有这个场合 比如说传达 全体成员都来了 传达我们某一个干部 贪官吧 出事了 进去了 就传达 人员比如说他贪污了 他腐败了或什么 大家都很严肃 一说到情妇 或者说生活糜烂 这个外国也一样 我怎么发现就是 全人类啊 只要你一讲到这个姓 好像听者啊 都是会浮现出一丝笑意 这个现象是为什么 在香港在海外 正式的场合一干不会 像这样的微笑会出现在八卦杂志 有八卦杂志 有时候舆论转达 真的开会的时候 谁笑出来谁就惨了 但是我挺理解那个情况 我觉得说浅一点就是说 哎呀抓到他 还好我没被抓到 说深一点 说深一点呢 就是说笑就是有共谋关系 就是说我们 你知道凡一朋友 我们几个人要能够变成好朋友 就一定是讲另外一个人的坏话 最好是讲他的跟色情有关的话 我们就变成朋友 所以大家的微笑就是 这是一个集团意思 就是一瞬间我们沟通了 我们理解了这些事情 我就觉得有 其实心理学家是有一个说法 研究笑话的心理学家是说 越能够出动你焦虑的事情 感到焦虑的事情 你的笑的声音越大 那另外一个越隐秘 越吸引的事情 你越容易笑出来 那我觉得男女的 性这个事情 完全符合了焦虑 就像子东刚有焦虑 子东刚说还好抓到他 没抓到我 因为性这种事情 每个人都觉得说 我可能一辈子没机会碰到 这个贪污什么几千万 几百万几个亿 可是男女关系 可能有人过来诱惑你 那是可能的 你容易会焦虑 然后另外很隐秘 很隐秘的事情 我们不能想象 然后公开来讨论隐秘的丑事 我们就觉得好玩 像我从小 可能有点心理变态吧 我最记得小学上课 中国历史课本 老师教嘛 什么孙中山怎么样 讲蒋介石怎么样 那是伟人 华盛顿 其他同学都讨论 都说想象那些伟人 做什么丰功伟业的时候的事情 我就想象他们怎么样 跟太太刑防 我想象不了孙中山怎么样 怎么上床 在床上面的表情 是什么呢 掌宋美玲在床上 是怎么样的反应 孙中山三个太太 一个妾 还有好多情人 这个一般我们不大多讲的 我们只讲 他跟宋千玲这一段 那你讲的那个对 我第一个得到 姓的知识的时候 通过一本计划生育的小册子 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 毛主席也这样吗 是我的第一瞬间这样 同好 不是 就是就是看来啊 这里边有一种这个共同 是吧 是就是集体无意识呢 还是共同 我的感觉是什么呢 一说起这事就觉得 哦 你知道吗 这是一件都舒服的事 就是都有体验 可是都彼此不知道 可是都彼此又知道 你知道吗 它会有那么一种释放感呢 还是一种共谋 就是就是共谋 这是 而且谁都知道 这种欲望之不可抵御 之难以抵御 哦 他犯上了 你说是不是有那么一种劲道 不是他犯上了 他被发现了 好好好 咱们今天就不说了 这无干的啊 咱们今天要说的是 姚明被发现了 姚明早就被发现了 姚明现在就盛传呢 是不是要退 我老实讲 我对这个篮球NBA啊 我可完全是外行 徐老师是专家 也不是专家 我只是爱好看 但是现在请你看一段 奥尼尔听说是 姚明当年的这个对手 奥尼尔是不是已经退隐了 已经退 然后奥尼尔呢 向姚明发出一段召唤 你可以看看这个视频 他表情很好 表情很有意思 他说他是姚明是中国历史上 最伟大的运动员 那真是这个井底之蛙 他只以为的打篮球的 才是最伟大的 我跟你讲 中国做过一个调查 在李纳拿罚网以后 网上做过调查 就是问李纳这个拿罚网 就是中国体育 新中国吧 体育历史上最伟大的世界 或最伟大的运动员 有一个投票的 有一个投票的 我有一点是看不懂到 李纳是平很高 但是第二位 姚明是排在第四第五位 还有刘翔 我想不通的一条就是 奥运会我们中国金牌拿第一 居然没排在第一位 但你能猜到排在第一位 是什么吗 就最伟大的运动员吗 就是在新中国历史上 最重要的体育事件 当然也是牵涉到 拼拼球吧 荣国团 荣国团 对对对 没错 所以这是 我觉得这个网络的名义 很认识 真的很对 就是说如果说是 最重要的体育事件 那是中国人第一次 拿世界冠军 就是49年以后第一次 所以奥尼尔 哎呀奥尼尔就晓得打篮球 只懂他奥尼尔 那个伟大这个字 美国人骂 美国人说什么都是 那个形容词 夸张的不得了 伟大 我就记得在美国 跟我老师走在路上 美国人也路上 我们大学区 也很多流浪汉 就过来跟你 要个零钱给他 我老师掏个零钱给他 也说 你做的很伟大的事情 我就扔住了 主要是他后面下了个定语 他说the history 我跟许位人打交道 有限的经验 我有一句粗话 就美国人夸人 就跟放屁一样 你都不能听他的那个玩意 他就是在干什么 我就觉得 他们好像 但是他们叫正面能量 喜欢 积极 积极 了不起 对吧 那文涛能够倒过来说吗 中国人放屁就算夸人一样 人家好像往往有这种感觉 毛主席 毛主席写这个词 不须放屁 把这个屁入这个词啊 是吧 什么土豆烧牛肉 不须放屁 这就是骂人呢 骂苏修呢 骂苏修他放屁 是骂苏修 后来交响音乐唱的歌 不须放屁 几百个人一起唱 这个有禅宗的风采 你别说 咱再说说 姚明 我这个事我实在是不太通 他要退 他从MBA退 这个是什么 你们很失望吗 早就知道了 早就知道了 因为他受伤了 他受伤了 就不能打了 前一阵美国甚至有人在发牢骚了 因为他签了五年的约 他只打了很短的时间 薪水很高 所以他 我不知道这中间 经济上是什么安排 但是很早我就知道 他要退了 他是MBA退 但是中国国家队呢 还希望他继续帮中国国家队打 所以他并没有完全退出篮球 那我到现在也没明白 为什么他们聊这个呢 说这是个特别热门的 这件事情很大 那咱们广告之后再大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大 我刚才匆忙学习了一下 我知道姚明要退了 就伟大意义了 就这家伙好家伙 一啊 巨额合同损失 说美国商业周刊 说姚明的身价高达13亿美金 商业价值缩水 是这个美国媒体 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命题 姚明有多大 是吧 How big姚明 is 是吧 然后第三 慈善效应减弱 第四 上海南兰南京营 然后呢 驻美记者恐被大批量召回 这影响我们的职业 电视台收视率将直线滑坡 媒体无奈缩减报道规模 无线运营商短信投票 锐减90% 球迷没姚明不看球了 赞助商大规模撤离NBA市场 NBA中国商业发展计划将受阻 周边姚明退役带来的蝴蝶效应 什么球鞋什么好家伙 这一个人 这真可以称为伟大 所以这件事情不单是一个 姚明是一个活着的功夫熊猫 他是一个美国制造的中国形象 美国制造 他在美国的人的心目当中 他代表中国 就像功夫熊猫一样 但是在中国人其实知道 因为他是美国制造 他是NBA打出来 他所有的钱成就都在NBA里面 有正面的人就觉得 他在中美交流起的作用非常大 他使得美国人 对着华人形象 他是美国NBA当中 最突出最引人注意的 一个外国运动员 成就最高的是纳文斯基 就这一次 纳文斯基 不是纳文斯基 是个德国人 跟姚明一样 是一个NBA的外援 但这次他帮小牛队 达到了总冠军 姚明的火箭队从来没打好过 进入的那个初赛 季后赛也好 只进不去好几次 进去的时候 首轮就被打掉 只有一次跨过首轮 所以现在他们说 单就篮球的成绩来说 他能不能进名人堂 那个Onyel刚刚进名人堂 都有争议 有人说姚明要是进去的话 是因为外交 因为其他的关系 所以但是姚明 在美国的普通老百姓中 对提高中国人的形象 这个是功劳巨大 我有朋友去现场看过 他看完了以后 他真是呆掉了 就全场都喊两个中国字 要命 对叫要命 他看了以后真是要命 要命 就是他的球技跟他的影响 是不完全成正比的 那一方面是因为 他这个新鲜 因为美国人特别喜欢 说他们的文化很有包容性 对 就全世界精英都在这里 就是你看你中国中国华人的形象 以前在China Town 你华人的形象最好就是悠悠骂了 以前就是这样才美国 姚明改变这个形象 悠悠骂又不一样 他一直在美国很久 可是你刚说姚明那个对于提高 中国人在美国的形象 中间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说姚明自己的努力 对 不么努力 我听一些年轻的中国学生说 他们觉得我要把英文学好 姚明可以 我也可以 对不对 姚明刚去美国的时候 几乎一天24小时 然后连晚上可能交女朋友 跟女朋友除光晚餐 都要有一个翻译的人在旁边 他讲一句中文 我爱你 旁边的人讲I love you 来这样翻译 那后来过不了多久之后 他英文讲得非常好 讲得非常好 那个美国英很准确 而且不仅是发音的问题 完全用美国人的幽默 美国人的语言 来跟美国人交流 玩美国人的游戏 但是中国年轻学生 就是说我要这样子 你要来玩这个国际游戏 我这要付出 不仅是说大国崛起 你们要求得起我们中国 因为我们有钱 不仅是这样子 我要努力 我觉得姚明这个精神很好 而且我发现 这个关键还是会聊天 你知道吗 这个姚明他会聊天 你看李娜也是会聊天 就比如说 让他现在要当湖北的 一个什么官了 李娜很智慧 一说 说我只能管得住江山 他老公是要江山吗 说我只能管得住江山 你看 我发现这个会聊天 在当今的社会里 就是属于超越你专业之外的 你的另一种成功能力 以前中国南南也常有巨人 木铁柱什么什么的 就是说长了 但是通常行动比较缓慢 而且不大会说话 姚明话不多 我幽默 人家那时候问他 美国人问他说 你最喜欢唱什么歌 姚明就说 美国的国歌 我要唱86遍每年 因为他比赛86场 每场之前要唱个国歌 他表面上在讲美国的好话 其实又在调侃他们 我是被迫唱的 比赛开始前就唱 这个幽默玩的美国人 这都会聊天 所以他现在 姚明将来有潜力 往娱乐界发展 他最近我看达人秀 他做评委 而且他的形象也好 对 但是也有很多人批评他 国内的人 批评了什么 批评他就他代表这个 这个NBA 这个代表美国文化 侵略中国 中国总有一批 这个警惕比较高的人 那么实际上也是 因为姚明 NBA在中国 打开了巨大的市场 曾几何时 中国人一直追看NBA 主要追看火箭队 火箭队 他们把火箭队 当作中国国家队 完全的爱心 哪怕姚明不在场上 火箭队的其他运动员 中国的老百姓 都如鼠价争 那现在如果姚明 一退育以后 NBA在中国的市场 就会巨大的萎缩 这个好坏价值评判 不讲这是个事实 因为中国人 所以现在美国的 其他体育联盟 都在紧急培养 这样的中国形象 橄榄球 他们现在找了一个 叫王凯 第一个中国人 打进橄榄球 因为橄榄球 老是看准中国这个事情 因为欧洲人不理他 找了一个王凯 就他们在培养 他们希望能够 让他到了一线以后 中国人因为爱国主义 照样又买他们 所以有些 中国是个市场 可是我们再宽一点 不仅中国 日本上足球 国际足球 就不断这几年 从日本 从找足球明星 加入到英国 到美国去比赛 还有韩国的足球明星 他们这个全球化策略 又把打开国际市场 一直在做 所以其实中国人 除了说 这是代表美国的 什么帝国主义 陆清 你可以倒过来 找几个美国人 来打麻张 训练他们 把中国的麻张文化 反输出 对不对 你找几个美国的 好看的俊男美女 来训练他们 成为中国功夫高手 然后麻张高手 你说功夫高手 我倒想起 这个玩意儿 真还是历史演进 你看美国人 美国人接受的 中国人的这种形象 最开始就是 Bruce Lee 李小龙 李小龙 但是你看 李小龙是什么 是冷峻的 但是这个身怀绝技 打起来 一打就把你打趴下 但是李小龙 基本上是这种防卫 战斗 自卫 欺负我 是吧 我忍无可忍 但你看那个时候 他是这么一个形象 但是你看到今天 像姚明 像李娜 是笑着的 就开始开玩笑 我虽然大 但是很善良 那不就功夫熊猫吗 美国人希望 你是这么一个形象 这在潜意识里 他也希望 因为中国实在太大了 体积也大 将来力量也大 所以他们潜意识里 也希望你是这么一个 很和善 但是他们 又满足他们的心愿 因为这是我们制造的 这是靠我们的力量 把你捧出来的 然后还把我们的脚踩碎 呛呛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徐老师 你是上海人 你觉得姚明身上 上海人的味道重不重 也有 有吗 我觉得他就是开玩笑 随和 就不忌讳讲钱 等等 就是姚明从来不忌讳 他从不做爱国枪 他不唱高调 他跟刘湘 就是比较实惠的那种 而且他很实际的 回来支持上海篮球队 他现在有姚明基金会筹款 等等 我觉得这个是挺 当然上海人并不 个子都那么高 我想讲的是 国际的体育界 虽然考虑中国市场 现在越来越多 包括英国的欧洲的球赛 你可以看到简体制的广告都打在那里 对 他们都希望培养中国的球员 能够吸引中国人的观众 但是我想说的还是体育第一 就是说你踢不好 你踢不到这个份上 他还是没法应付的 他不能为了纯粹 为了你有个巨大的市场 我就硬把你的运动员 塞到我曼联 塞到我阿森纳 这个还是做不到的 所以姚明归根结底 还是有他的技术 有他的在MBA实力 这个实力当中 因为否则的话 他MBA里边外国球星多的是 对不对 但是你讲 没有讲到这国际体育 最近倒是有一个挫败 大家一定有注意到 最近有个新闻 英国有一队球队的老板 是华人 香港人 然后最近他泄露很多的案件里面 洗钱什么谈呼诈骗等等案件 泄贤现在在调查之中 那就令那个英国拉基 蛮出名的球队 马上陷入财困里面 所以你假如最近看到 他们国外的报导 就会讨论这个 怎么办 当欧洲的越来越多的体育队伍 老板都变成华人的时候 很不稳 很容易混作 变成一个赌业 体育界变成赌博业 那会最近面临这样的 比较一个风波跟危机 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足球界 出现一个姚明 那要是中国有一个人 在曼联提成这个样子 这是比航空母舰还管用 最近我是看了点新闻 我才发现过去 就我们外行说这个问题 说十几亿人 找不出一个什么没吸来吗 对吧 我告诉你 现在才发现的 踢足球的孩子 越来越少了 其实我甚至有可能怀疑 足球将来会不会成为 一种古典的运动 因为现在这孩子 也确实都玩那个iPad电脑去了 我现在觉得今天的孩子 我身边的朋友的小孩动的 确实越来越不动 没有足球场 是没有 你知道那个足球场都发展房产去了 每个城市都在追GDP 没错 德国这次虽然女足世界 被他们东道国虽然输了 可是德国注册的女子足球运动员 三十万 没错 中国的整个体育是走金牌策略 培养少数人冰壶 搞冷门 群众体育不行 下面有多少足球场 你去看看 现在高尔夫球场多过足球场 我跟你说 你去中国统计一下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香港都有这个饭后散步的地方 你在北京 就算是而且这个事情 發展的互据 我让我们的 riding 每一目的舞步 我们的行为